我又试了一下,已经建好的围墙,没办法从中间拉出一条新围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个设定,这就很奇怪了,对吧 围墙可以紧贴着房子建造,但是为啥就不能紧贴着已经建好的围墙建造呢 没事,暂时问题不大,把这段围墙拆了,我打算在另外一边的空地上建迷宫 啊,对,我这边又新建了一处厨房,小麦挺多了 之前那间厨房太小了,做饭太慢,所以这间房子我也改造了一部分来做饭 全改造需要的人力和材料太多了,就算了,还是部分改造好点 搜索小队新发现,一个混乱肮脏的地方,看起来像是流浪汉的住所 但是更像是感染者在建立巢穴,里面似乎还有物资,那就调查一下吧 哎呦呵,有感染者,还好我这一对装备还行,轻松解决了 呦,感染者来了,一个阿尔法先出来了,来来来,大家都到这边来 干掉了,后面的呢,啥情况,没了 那好吧,我先弄围墙,把围墙蓝图先扑一下 反正现在晚上,工人也不会出来,这边的围墙先弄三层吧 等有机会了再加,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这游戏的建造机制有问题 任何一个墙面都没办法延续出来一个分支 这就造成我现在可能这个围墙最多只能造三层 后面我再研究研究,看能不能把层数增加一下 感染者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就越容易被消灭嘛 对吧,天亮以后,我的搜索小队发现了一件怪事 感染者竟然在囤积食物,这群家伙不是吃人的吗 还吃食物呢 呦,卡车,是之前军方的卡车吗 应该是吧,好像也没有其他人开着车过来呀 我派我的小队靠近了一下,也没反应,不打我,也不跟我通讯 这是,bug 军方对我的态度变成中立了 既然决定了引导感染者群从这边进入 那我肯定得多弄点防御塔 先补两个吧,肯定不够 但是我现在人力有限,先凑合吧 来了,不出所料,我围墙还没造好,感染者群就来了 都漠视了,这群人造几面墙壁都要默默唧唧整三四天 先头部队只有两队 墙虽然还没建完,但是也建了一半 所以他们好像还是打算绕路 然后就被我给消灭了 哎,挺好 一晚上怎么可能只来这点感染者呢 大部队来了 哎哟 外围的围墙他们还是会打的 但是这围墙应该是把他们过来的路给堵死了 所以要从这里突破 好吧,可以理解 哎,这边怎么也有一对 这边问题倒是不大 不过下面这我有点慌啊 这么多 我大概数了一下至少有12队感染者 虽然迷宫已经快建成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怕呀 防御塔太少了 火力估计不足 哎,这边又来一批 这至少13队啊 有些重叠在一起的根本看不出来 两批加起来至少25队 甚至可能有30队了 围墙虽然还没有完全建好 但是可以看出来墙体下面已经造了一部分了 所以感染者还是老老实实的绕路了 挺好 跟我计划的情况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老问题 防御塔太少了 而且因为我的围墙并没有完全封闭 有些房子还在外面 所以有部分感染者在攻击我的房子 虽然吧 大不了这一波撑过了再修好了 什么情况 还在发现感染者部落 好吧 又来了两队 这都不算啥了 只要不要再来十几队就行 要不我直接重开德了 不行 看这情况防御塔的攻击速度完全不行 感染者群已经开始冲进院子里了 小队的弹药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 我突然有个想法 叫个小队上油罐车 围墙之间这么狭窄 对吧 直接碾压呀 好家伙 又来一群 行了 啥都不说了 今晚这一波攻击肯定有四五十队 要是没这围墙 我估计今晚就重开了 直接上油罐车碾压过去 后面还有感染者群 不止六十队了吧 果断来回碾压 两个小队已经没有弹药了 进仓库去补充弹药 死守仓库 天快亮了 感染者已经开始撤退了 没事 我的油罐车继续碾压 这办法好了 我觉得以后可以直接派两个 甚至三个小队派车 不断在迷宫内来回碾压 比用子弹打效率高多了 好了 天亮了 剩下感染者已经退守附近大楼里了 又喝 还有一队躲在我总部旁边的大楼 太小队去消灭了 油罐车回来 赶紧修一下 今晚还得出去碾压感染者 这效果挺好 围墙继续修 尽快完善了 还有防御塔也继续修 旁边这两栋楼的感染者就这样吧 一栋楼三队 直接杀过去太冒险了 等晚上他们出来了 慢慢收割 问题不大 好了 那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现在我算是有几遇 五六十对感染者的能力了 所以 未来我开始有点乐观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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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